图类伊朗 最新消息,此次袭击已导致24人死亡。此前伊朗塔斯米姆通讯是报道着,该次袭击导致11名伊朗伊斯兰格宁卫队成员死亡,另有超过30人受伤,这是伊朗军邦遭遇的最为严重的袭击之一。 伊朗外长扎里夫表示,发动袭击的枪手是由外国政权雇佣,训练,武装并支付酬劳,地区恐怖主义赞助者及其美国主人,应被此类袭击负责。 据路透社报道,根据伊朗媒体公布的视频,事发时伊朗官员正在观看阅兵室,枪手向残阅防阵开枪扫射,伊朗士兵夫妇的妇女和儿童四散逃生。 有一名士兵捡起枪站起来,画面显示,在场士兵对袭击的发生十分困惑,有人在问他们从哪里来,另有人回答,从我们后面,据报道,事发地点为伊朗南部省会,胡齐斯坦省省会二往事,胡齐斯坦省副省长侯塞宾扎德,表示,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,另有一名记者死亡。 目前,没有具体组织宣布为此次袭击事件负责,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者,发动袭击的希塔克菲里派,该派别日中制造恐怖袭击,并宣扬极端宗,教资小。 事发后,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,通过社交媒体表示,一群由外国政权雇佣、训练,武装定制复仇劳的恐怖分子,对阿尔法治发动了袭击。 此伤者中包括儿童和记者,伊朗认为必须恐怖主义赞助这击亲美国主人,因为此类提及负责,为保护伊朗民众的生命,伊朗将迅速,果断地做出回应。 据伊朗8R3的通讯社报道,共有四名武装发生发动此次袭击,其中两人已对伊朗军方击毙,一名相关人士对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,阅兵式进行过程中,多名枪手从看台后面开枪射击,造成多人死伤。 随后袭击只试图逃跑,伊朗军方人员紧追,双方进一步发生枪战。 据报道,伊朗革命卫队一位秘密发言人称,沙克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,发动此次袭击。 另据央视报道,每年9月22日,伊朗多的都会举行纪念两亿战争的阅兵式,其中已在首都的黑兰举行的阅兵式对于盛大,伊朗总统鲁哈尼出席了今年的阅兵式并发表讲话。 他在讲话中称,美国一次又一次不顾国际法和相关准则,不尊重联合国决议,美国退出一核协议,本质是谋求伊朗政权的更迭。 据了解,伊朗总统鲁哈尼明天,23日将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,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邀请伊朗重回谈判桌,但伊朗官方已经明确表示了拒绝,海外,妄想输意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